我覺得知識技術重要 但沒什麼重要得過 訓練學生、未來醫生出來 是要知道和病人保持這種互信 多謝各位觀眾來到這個妙手人心的節目 我是湯偉聰醫生 我的拍檔Moris Moris是律師 今天我們繼續有陳家良院長 接受我們的訪問 Hello 我們這一節要討論另一個話題 門帝之爭 這裡很不公道 二對一 因為我講大 這兩位是中大的 我就想問一個很敏感的問題 好似說很多調查 都是港大始終的醫學院 先跑一點點 究竟兩者 接著我們的市民又說 中大的醫學院教法和港大又很不同 不如你和我們一一澄清吧 Moris 其實香港只有兩間醫學院 所以很多時候人們都用來比較 哪間聰明一點哪間好一點 其實我會覺得 兩間醫學院有競爭其實是好事 如果是一個良性競爭 大家是否一起去進步 如果你問我 我會覺得 過往這四十年 短短四十年間 我們的中大醫學院 由當年我們做孤兒仔 沒有人識 直直無名 甚至乎被排擠一個本地的學院仔 變成現在 剛剛四十週年 有這麼巧 我們全世界排名第四十 剛剛都是低廣大 一個人一名 其實是很開心的 但代表我要很自滿 甚至乎是否很快會超越廣大 其實我覺得我們的眼光應該看遠一點 這個世界很大的 不只是香港兩個醫學院 應該怎樣能夠看到 這個更加闊的世界 令我們的年輕人 看到其實這個世界 才是你們未來的世界 那兩者教學的方法 是否真的有分別呢 我不可以代表港大醫學院 中大醫學院的教學方針 和教學的模式 其實是很前衛的 因為正正我們小孩的年代 就覺得讀書很辛苦 我們都會問一個問題 讀醫不應該這麼辛苦 讀醫應該是教一些聰明的學生出來 活學活用 終身學習 所以我們過往這這麼多年 很強調你們小孩來讀醫 第一一定要讀得開心 所以各樣我都不敢說 但是如果有機會你訪問那些學生的話 我覺得十個有九個半都告訴你 在我們中大醫學院讀書 我覺得很開心 我想說背景上 我們當年讀書真的很辛苦 但是我說開心 開心得來也很羨慕 我們當年讀醫學院的時間 因為壓力很大 很多同學都會未必升級 或者留班 比起另外港大一邊 我當年很羨慕他們 因為他們大部分都可以很順地畢業 不像我們這樣 考試令到很多同學都會留班 而且都會很辛苦 現在不是這樣 現在是事事逆 例如我們現在的學生 每年升級 是97-98%起碼 不是說放水給他們升級 他們質素是高的 如果你問另一件事 為何他們讀書得開心 其實是一個學習環境 進入裡面 你會發現 如果那班教授 並不是覺得自己高高在上 那班同學和同學之間 不是說打均勻 差到你死我活 那就讀得開心 這些是我們中大醫學院 最特別的特色 我可以補充一下 就是我們當年 跟我一起進入醫學院的 100個學生 只有60幾個 跟我一起畢業 現在有97%是每年通過 那就差很遠了 但我們外界經常覺得 讀醫科最悶的是要背東西 其實到今天 不是都要背東西 還是不用的 已經要背東西少很多了 因為你想想 今時今日 你有甚麼不懂 拿個手機出來 這樣就知道了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怎樣呢 出來做一個醫生 我們教學生 第一 千萬不要做一些事 令到病人 有不必要的受傷害 第二 將病人的利益 凌駕至個人利益之上 其他所有知識學問的東西 隨著時間會改變 很多時候 你要靠互聯網找到答案 不需要靠死記死背 那你引起一個好話題 跟我們節目有關 我們叫 妙手人心 人心形容醫生的心 你們兩位覺得 其實醫生的心應該是怎樣 我自己會覺得 做一個醫生的心 你要努力向上爬 正常的 甚至乎你覺得 我自己出事一個貧富家庭 希望要改善爸爸媽媽的生活 亦都是合情合理的 但最重要的是 做任何事情 不能將自己的利益 凌駕在病人利益上 這些對於我來說 就是這個叫做人心 湯醫生你怎樣看法 我完全同意 做醫生很特別的 一個特質 一定要將病人 或者你的朋友 或者你的周邊人 放在你自己之前 病人自然會感受到 你關心他 自然就是一個有病源的醫生 如果一個事事計較醫生 經常想著自己 不想過病人的話 他不會有很多病人 要做成功醫生 無論是公營或私營 特別是私營 私營如果我是做得不好 沒有人會來看我的 把病人放在自己之前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番 我說一下外界回應 很多時候覺得 你們那一輩的醫生好一點 有勇氣、承擔、判斷 他們現在很多時候 醫生是怕青的 最怕就是責任 什麼都是保護自己的責任 那是不是這個批評合理呢 其實我相信這裏 很多方面 聚著社會一路進步 市民對醫療 對醫生的要求越來越高 亦都對於錯誤的容忍程度 越來越低的話 剛才你所說的問題 變成一路一路產生出來 那如果醫生和病人之間 的關係、信任沒有了的話 大家互相猜忌 醫生要做很多事情 要保護自己 病人做很多事情 都說你醫生不對 我要告你 那我們不能向這個方向走 所以回到一會 你問中大醫學院的教育 有什麼特別不同的地方 我們就正正看到這個問題 我覺得知識技術重要 但沒什麼重要得過 你訓練那班學生 未來醫生出來 是要知道這個 和病人保持著這種互信 和你將病人的利益 凌駕在個人利益之上 這個重要性 這是我們醫學院教育的重點 如果你看到外國的經驗 其實很多資源都要浪費在這些範疇裡面 很多醫生的工作會很保護性 因為實際被人控告太多 每個都有一堆官司在身裏 每個官司都可以搞到新版明滅 如果這樣做法 醫生根本都沒有很多時間 真心去照顧病人 經常都想怎樣可以 不要出事 怎樣不會被病人控告 這樣就是很大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香港都有這些方面的問題 不過希望你會有更好的發展 另外就是 尤其市民 我們說在外國醫生 很多時候叫匯診 但香港好像匯診 除了去政府醫院 私家醫生就不太普遍 為什麼呢 這個完全是經濟的問題 這個真的是 不過我自己做法 都會和很多不同的範疇醫生溝通 如果一個病人 有一些方面我是不太了解的 我不可能了解所有的科目 我只是外科醫生 很多腫瘤科問題 腫瘤科問題 我都會叫他找其他醫生看 或者我自己和醫生溝通 怎樣一個方案 令他能夠得到一個好的治療 好了 香港不普遍會診的遺憾 還有什麼遺憾可以今次說 其實我們有一個習慣 就是每一個接受訪問的嘉賓 我們都會說一說 究竟在他人生之中的時間 有什麼是他自己覺得值得光榮 還有有什麼值得遺憾 陳院長 有什麼你覺得是光榮和遺憾 我覺得我最開心 最沒有遺憾 就是當日我選擇 進來一間 直直無名當年 直直無名的中大醫學院 看著他短短四十年間 能夠可以爬升到今天這個地位 這個是令我很開心的事 同時間 因為過往年青年代 要努力向上爬 為自己工作各方面 其實真的忽略了自己的小朋友 在這方面 如果能夠時間賭留 我真的很希望給多一點時間 我自己兩個女兒 給多一點時間 給多一點時間 給家人 挺甜的 是啊 其實我也跟你想法一樣 就是我覺得 我作為早期的中大醫學院畢業生 我仍然覺得有一份光榮在 因為又沒有直接來游 還有現在做得這麼好 我作為一個畢業生 我覺得有點自豪 也很感謝陳院長 帶領我們醫學院 成為我們本地醫學院畢業的 學生做醫學院院長 今天也很高興很榮幸 能夠請到Francis 陳院長過來接受我們訪問 多謝湯醫生 多謝Maurice 多謝 多謝 喜歡明家分析 記得按LIKE和分享 支持和訂閱卓健明家 最緊要按這個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片